近日,有消息称,演员张雨琪和丈夫发生肢体冲撞,过程中,张雨琪持水果刀将丈夫被捕划伤,目前,相关派出所已以家庭纠纷进行调解处理。 据了解,在24日晚间,有人报警称,某遇所内有人持刀打架,民警抵达遇所后并未发现持刀情况。 此案涉事双方正是知名女演员张雨琪及其丈夫袁八元,二人因家庭琐事产生争执并发展成了肢体冲突, 但对于袁八元指控张雨琪持刀伤人说法,张予以否认,而民警也确实未发现刀具,目前该案件正在进行调解中,并已上报市局。